继续来关心的是县议会定期大会总执询的议程 流浪犬、青少年住宅、士兵仪馆迁移、光华垃圾厂 还有国土计划分区、联合丰联节十年不变 以及原住民文化馆经营的问题 多位的县议员都人流执询提问 并且希望县政府在明年整体县政规划上 可以有更明确的实证方针 虽然是县政总执询的最后一日 多位议员还是提出严厉的多项议题来进行执询 张梅惠议员提出了宠物流浪狗 协助民间单位处理饲养地点租约问题 避免民间单位不堪负荷弃养 造成流浪狗再度出现的环境卫生问题 没有意味 它其实把这些狗都照顾得很好 那是怎么样 如果它跌倒摔倒 没有办法前期测去降位 我们是不是全部安置到 我们即将要完成的 这些在凤云的动物修容园区 是不是这样 220只 你有350只的额图 可以放啊 那是不是也把它吸收 招呼它为我们的临时人员 他们对于宠物 就是对于犬猫的这个照顾是没有 他家里有养猫 就是非常有经验的 郑保修议员直询 青年住宅漏水问题时 与建设处长针锋相对 民管在外面的那个部分 会拿掉吗 那个不会拿掉 那个是因为耐震设计 我们不能够穿梁啊 所以我们现在都设计 采用民管方式嘛 所以中华民国为立法 以后从此以后二楼以下 都做民管 我们耐震设计都有一个 特别监察人 特别监察人每天都在现场 针对耐震设计的部分 这个民管就是因为耐震设计要求的嘛 而徐雪玉议员针对了 势力殡仗迁移至受风箱 强烈表达不满 身为当地的 我从小在午前长大 而且他大骂骂的说 我们村民都大眼 我想非常的抱歉 我是从小在那里长大 从小我们的中华之家的味道 跟我们的 跟北京风来的时候的 沙石 这个红杯庄 这个部分就困扰我们 这样子一辈子了 再更何况 如果说我们的 第一管设计在那里 气候要不要去考虑 要不要 这个我想待会要 慎重的回答 之后也有议员提出了 国土计划法 对部落土地区域划分 影响部落分区使用 有所质疑 也对于联合风年节 十年未改形态 希望有所改变 三个好三个坏 这样很简单 第二个缺点就是 我没时间了 参与的机会公平 办了十年 历史最悠久 跟我们原住民族 有特别相关的 可是 部落人在办祭典的时候 是全村出动 有没有达到传承的目的 还是全我们花点县的县民 都受益了吗 尤其是原住民部落 周俊佑议员 则是希望原住民文化馆 山海剧场的规划与发展 能够有更未来性 而不会再成为文字馆 第一个我想问你 你对于我们文化 贵何无法违惯 以及无法活络 提出说明 第二个 往后你来如何发展 那咨询的议题 以及我们媒体 在于我们文化馆的一些报导 掀起很多的热络讨论 以及我们原民非常的关心 也提出了许多的批判 以及很多的一些活络的想法 像是增设我们的社福馆 或者是共荣公园 以及提供我们学校 或者是人民团体的展演的使用 或者是练习的使用 感谢先提议员同仁 在总咨询期间的 专业问证和县府的提案查查 同时感谢徐县长所率领的县府团队 希望花莲能在府会合作 专业问证的基础下 让花莲未来的施政方向 能更契合基层盈利 上会 记者凌结花莲市采访报道 至少